法力奥运中国香港队首金得主江明慧 在一号的清晨时抵达香港机场 有大批的市民旅客在场迎接 他感谢前辈的付出 为当代运动员换来更多的发展资源 又感谢市民的支持 形容在香港当运动员倍感幸福 中国香港奥运代表江明慧 在女子重建项目摘得 稳健奥运港队首面金牌 引发全港欢庆 他在一号凌晨从巴黎返回香港 现在是凌晨五点半 江明慧的航班还没抵达香港 而机场已经有大批媒体等候 准备迎接这位奥运冠军凯旋 六点半左右 期待已久的众人终于等到江明慧 他带着标志性的甜美笑容 在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的陪同下 走出闸口 江明慧挥手感谢市民支持 又举起金牌向现场展示 对于取得香港历史上第三面奥运金牌 江明慧仍然感到激动 形容作为港队运动员倍感幸福 我好感动大家在香港 那么多时差都支持我们 要继续加油 你有很多知识 知青是有很多付出 还有真是凭他们对这个运动的越外 少过我们现在的资源 很多很多的时候 都会这么努力去为香港 去拿这么多好成绩 令我们这一辈有这么多资源 可以去追我们的梦想 所以要好多谢他们 我觉得在香港做运动员很幸福 至于未来 江明慧还在计划中 但提到很久没见父亲 接下来和家人团聚会是优先项 奥运冠军现身 也吸引了大批市民旅客围观 有市民在拖运行李时 得知江明慧到港 马上赶到街机大堂 只为亲眼看到这位香港的骄傲 个身扑扑跳 是想不到这么兴奋 还有多了一份激动 很想哭 因为作为香港人的分子 亲身见到他 真的很感动 很多谢他为香港付出 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给小朋友去学习 之前是落后了 有些落后了很多的 但是之后他很努力地打 然后就拿到金牌 我都学到就是 做事不要遇到一些失败 放弃 一定要勇敢去面对 而且再接再来去做 截至目前 港队运动员张家朗和 何诗贝也分别取得了 一面金牌和两面铜牌 其中张家朗将于 二号凌晨返港 凤凤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